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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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峰时 该省一天内有4万人到发热闻诊就诊 从12月底 武汉陆续通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 但都有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表述 2020年元旦 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 同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关闭 2019年12月31号 2020年1月8号 1月18号 国家卫健委三度派出专家组赴武汉 期间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后转为一级应急响应 并向武汉提供PCR检测试剂 1月8号 国家卫健委初步确认 新冠病毒为疫情病源 关于发病原因和传染性的研究持续深入 对新病毒的渐进认知的确需要时间成本 更让人痛心的是 疫情的迅速蔓延 2020年1月10号 全国春运正式启动 在九省通渠的武汉 有近500万人踏上路途奔向各地 这个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恐慌 因为我周围没有一个人有任何 包括那个小感冒都没有 没有出现任何人有那个情况 因为大家都没有引起重视 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会人传人 可能就是感冒或者肺炎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经过调查分析 关于并不是否人传人这个关键问题 终于有了结论 2020年1月20号下午 国家卫健委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 这个病毒会人传人 并呼吁民众戴口罩 及避免前往武汉 目前已经证实了有人传人 是在两个地方 一个在广东 一个在武汉 2020年1月20号期 包括广东 北京 上海等地 开始通报有确诊病例 国家卫健委于这一日发布公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了肺炎 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 按甲类管理 同时间赛跑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一直史无前例的封城令 于1月23号凌晨发出 武汉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在除夕前夜 心碎将至的时刻 选择了自我隔离 而病毒还在无情蔓延 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殊死较量 到来了 疫病突袭 刻不容缓 1月25号 庚子鼠年第一天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成立中共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对疫情防控工作 再研究 再部署 再动员 疫情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疫情防控阻击站 2月10号 习近平赴北京地毯医院 和朝阳疾控中心考察 了解疫情防控情况 并与武汉重症患者收治医院 视频连线 听取汇报 慰问医务工作者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多次召开会议 做出安排部署 领导干部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 始终强调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时间就是生命 与时间赛跑就是与死神争夺生命的主导权 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 处于这场战役的最前沿 从三战一场紧急设立检查点 到城里疫情防控指挥部 再到宣布封城 治病救人成为这座城市压倒一切的关键 不是把患者的救治工作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和重度之中 随着武汉封城 湖北黄岗 厄州 孝岗等多个城市 也陆续启动封尘措施 同时 全国各地也开始紧急动员 通过延长春节假期 加大防控力度等手段 抑制病毒扩散 然而 一模并没有停止疯狂传播的脚步 从1月23号到29号 经一周时间 全国确诊人数从830人 激增至7711人 同时 各地医院发热门诊 开始超复和运转 湖北医区医院床位短缺 医护人员不足 和医疗物资供应困难的问题 也越发凸显 为了应对日益升级的疫情 中国倾举国之力 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为了稳定战役基石 中国疫情严重地区 开始急速兴建医院 并对医友医院实施改扩建 以武汉为例 疫情高峰时 有3000多张病床需求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都是极大挑战 从两家传染病医院 不超过1000张病床 迅速建成86家定点医院 16个方舱医院 6万多张床位 相当于一个月内 在武汉建了60家三甲医院 从初期人等床 较快实现床等人 数亿千计的工人 顶着巨大压力 抢抓进度 义无反顾投身这场建设浪潮之中 医护人员是战役一线的刚需 中国各地的援助医疗队相继踏上征途 目的地都指向湖北 从1月26号至29号 短短四天时间 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 52支医疗队 共计6097人 新叶持援湖北战役主战场 截止3月初 这两个数字 已更新为医疗队340余支 医务人员4万2千余人 不如指令 战权回来 我们亲爱与你们 同间夺战 无期二嫂无论相死 不该该用 中国该用 后方供给是战役胜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国家财政连续下发 疫情防控补助资金 该款项从26号的 112.1亿元 增长至29号的 273亿元 即至3月初 突破千亿元 同时 各地医疗物资 生活物资 开始源源不断向疫区输送 企业 个人也纷纷捐款捐物 有些生活条件好一点的 最高的 他们的捐款 一千块钱 都是村民自发 自愿 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 来促成这个社 各地医护人员的舍生忘死 社会各界无私奉献 使得战役进城 向着胜利不断迈进 武汉的志愿者汪勇 原本是一位快递小哥 冒死出入重症医院 为医护人员 接送上下班 筹集物资 送饭 满满正能量 让志愿服务团队不断壮大 也感动了无数人 我就说我多接点嘛 哪怕接十天 万一染上了 那我就到医院里面去 再给我十天挂了 什么样的 我之前是想一个人扛下锁 后来发现这些需求 变大了之后 这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 就开始慢慢地协调 不停地有人进来 来来继续 二三十号人吧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 各地开始陆续复工复产 大量的人员流动 带来传播风险 给疫情防控 带来巨大挑战 为了全力阻断人传人 在城市各个社区 开始实行停证进出 测体温等严格管控措施 在农村 各级基层组织下笨功夫 用土办法 追踪排查 不留死角 工作误求时效 多位社区干部 警察等牺牲在 战役一线 基层干部 社区网格员 物业人员 及志愿者等 扛起重任 广泛动员起来 形成人民战争 巨大合力 为国民远离病毒 建立起最坚实的 保护屏障 疫情就在身边 是我们大家的事 只有参民抗议 只有参民的行动 参与起来 这场没有消炎的战争 才最能取得更快的胜利 人兴起泰山怡 各部门通过保障居民 电力供应 坚决打击 哄抬物价 推迟开学 快递行业 有序复工等举措 扎实解决实际困难 稳定民心 而宅在家里的大多数人 急于充分理解配合 疫情当前 中国人爆发出强大的向心力 与凝聚力 好好在家给力 保护好家人 保护好自己 我相信疫情一定会尽快过去 医护人员拿自己的身份 在挽救我们 正因为如此 然后我们也是 因为命都是人业救过来的 所以我们想回个社会 做点医护人员的事 3月10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赴湖北武汉考察 进医院访社区 在决胜之地 对疫情的防控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极大提振了 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面对疫情 从中央到地方 从医护工作者 到广大民众 14亿中国人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 共克时间 这一场全民战役 作为中国人 庚子鼠年的集体记忆 将写入现代中国的 国家叙事 2020年1月23号下午1点06分 一封加急的求助函 被送到位于北京的 中国中原国际工程公司 函见 出自武汉市城乡建设局 内容是 请求对武汉市建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应急医院进行支持 武汉他们建设局发了一个公网 要我们技术治疗 79岁的黄西球 曾参与北京小汤山医院整体设计 早在新冠疫情发生之际 便请应出战 因为他甚至 硬件设施到位 无疑是战役成败的前提 虽然是零食的硬件设施 但是他走路使用还能解决问题 接到求助函 黄西球立刻取出 尘封了17年的设计图纸 着手整理 78分钟后 建设图纸传往武汉 设计求助函发出三小时前 距离北京1250公里外的湖北武汉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疑似确诊病例数量不断攀升 一时间各医院床位告急 1月23号上午10点 武汉实行封城 同时决定建设一座 面积3.4万平方米的大型专科医院 用于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多一张病床 就意味着多一分治愈的希望 用工程与疫情竞速迫在眉睫 它远远超越了一个临时建筑的概念 实际上整个工程的建设强度 是其他工程所不能比拟的 以正常工期计算 3万余平方米的建筑项目 至少需要两年 即便紧急状态下 搭建临时性建筑 仍需一个月的时间 然而 这座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期 被严格压缩在10天内 挑战可想而知 何况此时假期将近工人工厂多半停工 何况此刻武汉封城交通受限 更何况此次兴建的是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 传染病医院 它是医院的这一类的就是设计里面 其实是等级和标准要求最高的 面对疫情如火 生死攸关 即便阻力重重 压力如山 也必须转化为集体行动力 接到北京发挥的建设图纸 60名设计人员 及数百名BIN设计师 参照应急占地医院模式 于补状布局 模块化设计 不到24小时 将优化方案完整交付施工方 设计全速接力 为建设工期赢得了更多时间 然而这不过是极限竞速的冰山一角 1月25号下午4点 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 再见一所更大规模的雷神山医院 火神雷神 两线作战全面开启 7万多个地方 这个困难和难度是超出我们相应的 现场有短时间的 有大量的材料 最高峰可能有5000车次 要进入现场 不像我们以前的工作案 就是说以天为当晚 我们这里精确到小时 在政府项目指挥部英雄铁的号召下 人员物资迅速集结 施工工人从数百人增至7500余人 大型设备 车辆 从300台增至数千台 24小时昼夜抢工 大兵团作战 动辄千军万马 在时间这个军令状下 施工周期被压缩到极限 一旦出现闪失 没有任何转环余地 建设过程必须环环相扣 没有捷径可走 全是用高强度的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投入 它来完成的 十天十夜 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 八天时间 雷神山医院全面完工 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与此同时 2月3号起 火速改建的16座方舱医院 也让疫情防控能力大幅提升 与疫情赛跑 急功也要出细活 医院兴建 改阔建 都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了硬额支撑 重员布置 到整个交付完成40小时之内 就完成了449张床位 管理人员和作业的工人 每个人是达到500人 医院建设紧锣密鼓 中国各地医务人员 也纷纷请名赴湖北参战 作为首支支援武汉的医疗队 从1月24号凌晨 接到援助通知 到150人集结完毕 陆军军医大学 仅用了6个小时 即便是在除夕夜 我们也能就在 几个小时之内 准备成功 暂时拉着足迹 打得赢 一定能够战胜并魔 火速集结 热血出征 全国29个省份和军队 累计派出340余支 国家医疗队 4.2万余名医务人员 直抵疫情火线交锋的最前沿 加油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随着疫情向全国蔓延 防疫物资遭遇大幅短缺 一众企业紧急召回人员 假期高薪赴产 业以继日开工 轻力持援 战役一线 在极短时间内 多地兴建口罩厂 从提出需求 确定选址 到跑完审批手续 达到生产条件 最短记录仅为7天 一天内实现转产 并非神话 中国超3000家企业 经营范围新增口罩 防护服 医疗器械等业务 橡胶厂 汽车厂 煤炭厂等 快速实现跨界生产防疫物资 从大连的29 我们就开始 恢复生产 不计成本 武汐为报 原先紫尿库这块的一个 这个30万级的一个进化车间 我们只要做到一个 设备上面的一些提升改造 整个的时间流程的话 是能够压缩的比较短 内部的这些内勤人员 行政人员 财务人员 全部都下来做了 科研领域 各地采取先研究后立项 边申报边研究应急科研公关 分离病毒 筛选毒株 研发药物 试验疫苗 迅捷推进 各类新型检测试剂 快速问世 并行安排了多条技术物件 切实保障成功率 每一个工作节点 兴趣到天 自1月15号 至3月4号 持续更新的七版诊疗方案 为一线医护工作提供操作指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 输以每日疫情 集散权威信息 战役全程 人力物力财力科技配套政策多头并进快速有序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 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 埃尔沃德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指出 从疫情防控实际效果上考虑 应当学习中国的经验 但这需要速度 资金 想象力和政治勇气 速度被置于最为关键的第一位 反观速度背后 是一个国家超强决断力 凝聚力 行动力 保障力的综合体现 令出如山 万众一心 工业支撑 保障稳健 今日中国之速度 是实现举国战役的前提 更是中国打赢这场战役的底气 一模没有给任何人准备的时机 白衣天使披上盔甲 便化身为白衣战士 就像一个战场一样的 我觉得就像你 就是电视里面看那种打仗的时候 就战地那种医院嘛 太忙了你没有时间去害怕 就这样子的 去年12月31号 护士渔营宴被紧急调配到发热门诊 把守着危险的前哨 工作中蒸发的汗水 在防护面罩上凝结成水汽 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 被誉为最美面罩姐姐 我上发热门诊上一个月过后 我整个人都是肿的 跟我一起上夜晚 另外两个人都住院了 都感染了 进那个发热门诊之前 你就觉得很害怕很恐惧 等你走进去了 看了人杀人海的病人 你就忘了没时间了 此时重症病房正进行着最惊心动魄的战斗 适用于危重病人的插管治疗 从注射药物到操作结束 一般操作时间只有90秒 技术难度高 感染风险大 马上就给他做心肺负数 马上就给他起碗插管了 有一个病人就是出了做CT的时候 突然养活不好了 然后我们的医生就拿着这个插管箱 飞奔到这个CT室 眼睛就起雾了 根本就看不到 也没有多想 就是马上把眼睛取了 把防护进去了 然后就给病人插管了 朱国超的公婆 丈夫均在一月初 罹患新冠肺炎 她非常着急 却分身乏术 医护人员头上 如同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重压之下 他们忘记了被感染的风险 竭尽所能去抢夺 挽回病人生命的机会 有一天我记得 我们连续死了三个病人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都受不了了 那么我们下边有些医生 基本上心里也到了承受的极点 也基本上出入一个崩溃 在科室主任周晓阳看来 二十几名战友都是她的软肋 初期防护服紧缺 她常常一个人进入病房 有时中午都不出来吃饭 她把医院分给自己的公寓 让给年轻的医生轮流休息 晚上就在办公室合一而眠 我就蛮害怕 一不小心就被别人 把我当新冠肺炎 把收走了 收到住院去了 可能这场战争我就错过了 然后那也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也不是很理解 就认为难道医生就不是人吗 医生就不用回家吗 如果说我这个疫情结束了之后 我想的话 我会陪他们出去玩一下 第一个给出病毒人传人论断的中南山院士 提醒大家避免去武汉 自己却再度反身入恶 这位84岁的抗非典战士 17年后又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的斗士 大家全国帮忙 武汉是能够过关的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另一位高龄院士李兰娟 一头扎在武汉 参与会诊 授课 还亲赴ICU查房 一位74岁的老人走出危险红区 脱下口罩 脸上露出的压痕 震撼无数国人 我请求 到最需要医务人员的 吴北城 他一一线原住工作 严守季律 靠守抵抗 湖北之外 很多人在除夕之夜 许下蒸蒸诺言 熏夜驰援 热血出征 很多人在心碎之际 告别儿女情长 剪去极肩长发 游向匆匆背影 平安回来 你平安回来 老子保了保一年的家务我做 你平安回来 回来后还要见到你做 你也点我 驰援湖北医务人员 高危高压之下依然乐观 长期穿戴防护服 脸上皮肤臆烂之后留下的疤痕 他们为他取名武汉印 伴随着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开始收治病人 16家方舱医院陆续启动 疫情爆发以来 全国共340余制医疗队 4.2万余人抵达湖北 其中女性医务人员占比三分之二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金国英雄鱼从未缺席 当我对英雄的理解 我生命当中没有把英雄和我们等同在一起 因为我承诺了我要来 我就应该本事这个状态 医生也会有无助的时候 当我们跟家属打电话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一个 最不愿意沟通的这么一个过程 甚至有的家属说 我们一说是医院 家属那边说 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跟我说 这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非常难过的 这一天 在武汉协和东西湖人民医院 产科主任戴树兰正在迎来新生 她曾为一名怀孕34周 罹患新冠肺炎的孕妇 完成剖腹产手术 自1月23号武汉封城以来 戴树兰的科室 由于30位宝宝降临人间 其实从开始来说 我最多考虑的就是 这个妈妈和这个胎儿 就是把手术做完了 做到我放过湿 把那个面吃完了以后 后来想想 要哪去 因为家里的话 老公也是有这个病 妈妈都98岁了 这位曾经援助非洲两年的女医生 无论压力多大 身体多疲惫 面对患者和家属 脱口而出的永远是这一句 有我们在 你们放心 武汉加油 2020年3月10号 武汉无畅方舱医院 见证了最后一批患者出舱 至此武汉十六家方舱医院 全部修藏 生命的方舟抵达彼岸 因过度劳累 将胆囊留在武汉的院士张伯李 在这一刻有些激动 方舱医院的今天是最后一个天 完成了历史阶段的任务 所以今天是应该值得纪念的一天 在晚上我们最后一次入方舱医院 然后给大家唱一首歌 阳光总在风雨后 你背背背开始 有数据显示 全国有1700多名医护人员 在岗位上被感染 超过20位以身殉职 以同样的血肉之躯 与死神争命 争出希望 博出信心 舍生忘死的白衣战士 无愧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 那些从隔离病房出来后 欢脱的身影 那些因无助而流下的泪水 那些想家的日子 仿佛已留在那个凛冽的冬日 而春天已经到来 在冬日礼报来火转 照亮黑暗的白衣战士 将成为这个春天 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说心情很亮的人 是因为你没有看过 以前过去的眼睛 与人的眼睛 与人的我过大的希望 当地时间 2月4号晚 南非德班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 正在紧张忙碌 他们把一项项物资装上飞机 次日 这架中国国行的货运包机 载着旅南华侨华人 中资企业员工 筹集的重达50余吨 7150箱的286万只口罩 飞往他的目的地 中国 阻击国人民 正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煎熬 海外侨胞感同身受 和南非一样的感人场景 在西班牙 俄罗斯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韩国 菲律宾等地 一遍遍重演 全球华侨华人 与国际友人 心系中国疫情 纷纷投身支援中国战役的 热血洪流 希望我们提供的这些 微部主导的帮助 能够鼓励和支持 奋斗在我们一线的同行们 我们就想做点事情 为侨胞 为家乡 希望这场灾难 早一点结束 你们是最棒的 武汉人是坚强的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 打赢这场瘟疫的战争 海外侨胞支援中国战役的渠道 还有很多 如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联合中华医学会等机构 从大年初二开始 在海外展开募捐活动 也得到了海外侨胞热烈响应 从企业机构到民间组织 都纷纷行动起来 仅半个多月时间 就募捐到106.81万件防护用品 使60多家医院得到援助 许多企业和个人 匿名献出爱心 有一个企业是我们捐款数量 非常大的一家企业 3400多万 将近3500万 但是人家捐了钱以后 就告诉我们 现在国家有困难 我们出力是应该的 不需要宣传 也不让我们宣传 这些捐款捐物都凝聚着 海外侨胞的这份心意 我们也会努力地 把他们的每一批物资 每一笔钱款都落实到 最需要的地方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世界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和个人 也陆续参与到 支援中国战役的行列中 到3月初 已先后有71个国家 9个国际组织 向中国提供援助 世卫组织还派出专家 前往湖北武汉等地考察 在中国举全国之力奋战之时 很多国家声援中国 愿意与中国携手抗议 不要放弃 我的亲爱的中国伙伴 是强烈 勇与敬畅 你是第一个人 对这个死亡的防御 向所有医护人员 至今我相信我们一定要共同迎来温暖重建 2月20号 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江承熙 携一批救援医疗物资乘货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 江承熙逆行回汉 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韩国跟中国 特别韩国跟湖北省 还有武汉关节非常的密切 希望中国加入回复正常 韩国跟中国湖北武汉同种工具 除了物资的支持和帮助 许多在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外国人 也加入了志愿者行列 在广西阳朔生活的南非人伊恩·汉姆林顿 本是当地一家酒店老板 疫情爆发之后 他主动要求加入当地志愿者服务队 每天与村民一起排查往来车辆 监测体温 做义务宣传 我觉得中国养寿是我自己的家 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们大家都是天天去路口 量一下人的体温 看一下水区区进来 希望能快点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希望我自己家里人爸爸妈妈 从英国能快点再来养手 在全世界的关注目光中 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治愈率大幅上升 3月10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表示 中国近期新冠病例下降趋势明显 疫情局势实现逆转 中国的抗疫措施经过实践 取得明显成效 值得借鉴 然而就在中国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新的战役却在世界其他国家陆续打响 截至3月底 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不断攀生 数万人被一魔夺去生命 疫情迅速扩散 海外侨胞身处危难 这牵动着祖籍国的心 中国各驻外使领馆迅速反映 向侨胞发放生活物资 普及防疫知识 提供救助服务 各地侨乡通过提供远程医疗咨询 向海外乡亲捐助口罩等 切实有效的办法 让侨胞感受到祖籍国的温暖 与此同时 更多侨胞立足住在国 开展防疫救护 侨团 华设集体行动 展现团结力量 我们都积极地做好自我宣传 特别是在一些微信群里面 侨胞之间也是互相分享这种疫情的信息 侨胞比如没有口罩的 我们就在那里免费地给那些侨胞送过去 大家特别的团结跟互助 我们成立了罗马桥界疫情应对小组 提示每个桥团做好应急的一些医疗物资 这个要根据国内的这些天天过来的 我们要学习它 把它实际地行动起来 把它做好 其实对于这个疫情对中国 有学生或是中国在这边工作的人 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但不过相对于美国人的话 华人的防疫的意识还是比较高的 我希望这个疫情赶快地结束 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三月以来 中国以外全球疫情扩散态势强劲 多国政要确诊新冠肺炎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采取封城措施 国外医疗物资严重不足等消息陆续传出 投我以木桃 抱之以穷摇 中国在本国疫情防控任务艰巨的情况下 仍然向世界各国伸出援手 中国先后向韩国、日本、意大利等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国家 提供抗疫物资和检测设备等援助 并陆续向意大利、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 多个国家派出专家组织员 同时与全球100多个国家 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 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多份技术文件 并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 用于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国际合作 诚如中国企业援助意大利物资上所应的 古罗马时代哲人塞内加的话 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 同一棵树上的树叶 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栋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里面 深入人心的今天 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同心同德 共抗时间 是要恶一魔之咽喉 还世界以祥和 放个楼江汉关 芳草起青川 夜来风雨夜梦寒 是水果油夜梦寒 天几环河飞浪白衣无片鲜 天几环河飞浪白衣无片鲜 被包围炸 炸面窝 热干面 笑感的麻糖 将军的馅 六渡下 六渡桥的女子 大边山的汗 汗洋的田水 红蓝天